好,是不是回來了? OK了,我們回來了 玩具TV回來了 說完火車,又說說Iron Man 接著我們又說說Transformer 第三次,第三次 因為SZ系列不停地出現好東西 現在輪到鋼鎖出來了 這次鋼鎖還帶了小朋友雲尼出來 眼前這個就是變成了恐龍的鋼鎖 附送的背景板,你可以用來做一個情景 其實也蠻漂亮的 我現在先拿開,看看鋼鎖本身 現在這個真的是肥鋼鎖的外形 你看到尾巴和腳的幅度 特別肥仔,這個我比較喜歡 很還原動畫的樣子 你現在好像一隻鴨 對,很大條 恐龍其實真的很G1的樣子 對,G1很棒 你看看這個弱雞的手 但G1的手好像比較短 對,頭、頭、腰、摸大口 摸大口裡面都有一個噴火的位置 背部位置可以坐著雲尼 雲尼是一個不可以變形的公仔 有6個關節 大隻手已經定型了 而且腳很奇葩地做了一個M字型的腳 讓它騎在鋼鎖上 如果你想它做正常姿勢 只能做一個蛤叉的姿勢 就是阿婆 只能做一個 對,還有一些適量的偷交位 那就不用說了 可以勾回這兩個的位置 就可以騎上鋼鎖身上 尾部也有這個 某台的三色Logo 尾部也有趣的是 這個位置是平了的 而是非常粗壯的 而鋼鎖的手 其實是做了前後也有的關節 當你是恐龍的時候 關節是可以向後的 而當你是機械人的時候 手可以向前的 對,這樣就變了 玩起來就很有趣了 得心應手了 而變形只需要26步 非常簡便 基本上你可以當它是一隻 叫做MP版的簡化版 內容是比較平實的 事不宜遲 好,當然就變一變形了 它有支槍是插在背部的 變形也非常簡易 基本上跟以往的鋼鎖 都很接近 好像恐龍系列這隻是頭炮 對,我不知道有沒有出其他 可能它會選擇最受歡迎的 因為電影版裡面 它好像是出鏡率是最高的 對,最高的 尾部是挺有趣的 它是用這個方法去摺 尾部成為了後腿的部分 這個是收得很好的 而腳板就這樣翻出來 整個腳的外觀是非常精美的 叫做還原所有的關節位 補好所有的 你看不到有透架位 而腳的貼地都比起來 這隻手 其實屈上來就是手 接著要塞到拳頭 然後把頭反壓下來 變成了鋼鎖 好像也不需要26塊 這個非常簡單 這個鋼鎖很有趣 我印象中好像這個位置 但未必是這樣移動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以放不同的造型 都挺有趣的 當然你 遠早一點就這樣放在後面 都可以的 那就可以用回它們的那支槍 還有 可以坐在肩膀上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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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一個屁股的 就插在這裡 可以坐在肩膀上 剛剛好 可以用來的 很痛 對 但我看到盒子的介紹 他的胸口是透明的 這個也是 就是很多師兄都發現 其實在官圖裏面 譬如說 他的頸 其實是透明裏面 透出機械的來銷 但是 手頭上這個 它是實色的 甚至乎 我就不知道 到底是噴色問題 還是 最後都改了上色 總之 現在手頭上 拿到的降鎖 就是噴了金色 不是透明裏面 而且手應該是銀色 這些始終都 官圖和實物是有些分別的 如果銀色真的好多 接受了 是不影響把握的 不影響把握的 好 那就看看可動的關節 我意思是可以拆出來給我噴 我可以幫你噴電動 手機做多於90度 都蠻好玩的 拳頭都有水平主義 鋼鎖的機械形態 又是拿捏得很好 是 這個可以 它是非常平實的 但是 要有的關節都可以充滿 所以你玩起來 都非常得心應手 因為以往的鋼鎖 好像很笨重 是 它現在這個都能保持笨重 但是 可動是好 就是可動 是 很簡單 就玩完這隻鋼鎖 轉多個圈 看看它接下來 這個系列還會出什麼 經典的大電影角色 因為很多都還沒出 我其實有些期待 如果他出回 在這個Studio版本的 阿柏文或者馬格斯 應該都很好玩 如果他出的話 當然 最期待就是 駕威龍 因為駕威龍 都沒有什麼好的版本 出得好 因為每個人都很 四四磅 我想有些 再用耳音的技術 再出得好 對 沒錯 另外 遇過一下 同樣是 這個大電影版 有一塊 很大塊的 很大塊的 德哥 真的 我都沒試過 看阿滴 玩變形金剛 玩完的樣子 是到他變形的 對 我是 有時以來 變人變波 變人變波 是變了五次的 對 已經夠肥了 非常之辛苦 希望下星期一 應該會出街 到時大家留意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對波波有興趣 而覺得自己身體一般 不妨想辦法 炒價也要入手 因為你變一次 重做一次健身 應該不會有太大分別 如果你變多幾次 就會像阿滴一樣大隻 有這樣的事 對 身為深度的變 那一生總要變一次 已經變了五次了 好 就這樣 我們待會兒再見 好 接著繼續 Spider Spider 繼續 但你繼續收 Spider 好 Spider